信心券兩人要等多久 我等二十分了 等等待是要等 叫你經理什麼 等令三倍券不耐煩 民眾在郵局氣噗噗 但奇怪 明明三倍券還沒上路 原來這是郵局 研煉領購振興權 OK OK 你會處理 清靜一就是民眾等太久 工作人員會立刻提供 點心茶水服務 這邊還有排十位過號的民眾 所以說過得十號 也會叫您 要是不小心過號了 工作人員則會引導民眾 填寫過號單 依序叫號領購 至現在276 可能要等的時間蠻久的 你要不要考慮 我們公告上的方式 用寄卡的服務 或是郵局 瞬間湧入過多民眾 意識無法消化 除了立即開設檢疫快速櫃檯 專門處理三倍券領購外 也建議民眾可以先寄放 健保卡在郵局 等人潮疏散些 再來領見 部長 確認好點 收數量之後 記得背面要簽名 林佳龍 親自視察演練 因為根據統計截至9號 還有約1340萬人沒有預購 郵局繃緊神經備戰 預估零貴零券 平均一人只要兩分半 一小時能處理兩百件 一天下來 夠能消化60萬分 擔心還有一千多萬的民眾 是不是到時候會湧向郵局 比方說一個里長 他可以規劃他哪些零 在哪一天來領取 用這種待辦的方式 跟我們的支局約好時間 面對15號起 龐大的領券人潮 中華郵政提前實地演練 也提醒民眾 領券前 可以先透過三倍券 官網電子地圖 查詢各郵局存量 以免白跑一趟 記者彭毅德 林恩如台北採訪報導